美国乌昭大厦十九号公布 今年度最新中国军力报告 明确指出 解放军持续在台海周边演训 尤其解放军战机架次核形态 是明显大幅增加 另外还开始征集民用船只 借此强化屏战转换 就是为了未来登陆台湾做准备 另外中国持续利用反介入战略 不断的增加制造核弹头 未来一旦台海战事发生 目的就是希望不让美国轻易介入 王外招不止受到中国从中阻碍 就连台海区域也备受威胁 近期除了共击平民气到我空域 解放军还多次派遣航母战斗打击群 深入我东部外海西太平洋 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 显示2022年共击老台达到1737架 对比2021年972架足足增加79% 而船只方面不止军舰 中国滚轮船更开始朝上 屏战转换模式 对台湾海空域无疑形成恫吓 中共在1996年之后就知道美国会使用航空母舰尝试来介入台海或是印太的一个局势 开始从打航舰打航母的战略 希望借由区域去止于反接入的方式 让美国不会想要去介入台海的议题 美国紧盯台海区域发展 总统拜登更将提供74亿美金 约2400亿台币维护台海 因为美国国防部报告中也提及 未来一旦台海战事发生 中国可能采取网路封锁动态行动 短时间有限战事拖延美国介入 迫使台湾投降或者谈判 一旦战事拉长 则可能升级到网路太空核子行动 而当前中国军事威责 不得不提加快建造核武速度 同志至今年五月底 中国已有超过五百枚核弹头 对美警告意味浓厚 当如果中共的核武实力 可以去跟美国形成一个 努力互相的一个互相保证毁灭的时候 让美国在介入台海安全的议题上面 会更加的谨慎 台海安全美中台持续早立 一来一往亲一访动全身 静新闻谢谢刘薇婷采访报道